大家好,我是雅琪,今天聊脱口秀 在泛娱乐化时代 由波罗刚带领的德云社 陈腾带领的开心麻花 李旦带领的效果文化 以及马东带领的米味 逐渐形成了喜剧市场如今的自主鼎力 今天雅琪重点聊一聊 由李旦带领的效果文化 场出的一档节目叫脱口秀 我会讲到以下三位脱口秀演员 聊聊周祈默和杨丽 这几位的经典视频 雅琪都看到五遍到十遍 有的甚至更多 如果你有看过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没有看过 那么简单了解一下 把雅琪认为在脱口秀这档节目中 最有深度,文本最强 最是大实话没毛病的金句 分享给你们 先说脱口秀今年的新晋女王 聊聊 北大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 她是今年的年度亚军 但雅琪叫她女王 应该没人反驳的 她凭着超强文本 用最上的表情 说最硬的段子 她让色孔 隐形色孔 被更多人理解 雅琪在最开始记住她 是在去年脱口秀大会的第四季 车人传的一段 她说 就算自己被老虎咬了 都很难立刻呼救 因为没人救 顶多可能会死 而如果有人救 还得跟人打招呼 在当时就被不熟悉她的 其他的脱口秀演员 直呼怪物 还有楼兰美女和甘丝二号 这个梗真的又离谱又好笑 而她在今年脱口秀大会 第五季的表现 持续的高人输出 上大学你说工作了 自己赚钱了就自由了 工作了你告诉我 下了班就自由了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了 你告诉我 自律给你自由 在总决赛的一句 我的人生状态只有三种 中杯大杯超大杯 攒起全场的高超 获得那一场的最高票 瞬间让雅琪联想到的 罗永浩的星巴克奇遇记 自己是打自己的耳光 聊聊这个女生出刀 看似问楼 其实刀刀致命 在本届拼着超强文本封神 可惜在今年总决赛 角逐的第二场 也就是最后一场 那拼的可是强大的心理素质 最终遗憾屈居第二名 那我说到第二个脱口秀 演员叫周琪默 是脱口秀大会第四季 年度总冠军 也就是去年的大王 熟悉她的人 叫她周老板 脱口秀的天花板 她去年的好几支视频 雅琪 看了应该不止十遍 我记得那会儿是冬天 配火锅极好 她讲她与前女友的 忠孝不能两全的那一段 和前女友的闺蜜 她们三个人一起吃饭 想看漂亮闺蜜 又不敢看 那简直就是演技大爆发呀 男人的那点小心思 都被周老板给野活了 还有坐在百度车的一车人 在机场里面 绕来绕去的 她形容成就像 寿司店里面的 回撞寿司一样 她还有一段 比如她有一个朋友 就是点餐特别的慢 不管多少人跟着她去饭店 都得等着她在那儿 一夜夜地翻菜单 而且还很矫情地说 哎呀你别催我 我有选择困难症 这个周老板就评论说 我第一次见到一种病 对自己身体一点害处都没有 主要是让别人难受的 我觉得这种病 就应该纳入医保就好了 到了医院说 大夫我有选择困难症 大夫说没事可以治 你是自费呢 还是走医保呢 我走医保 大夫说 你看你这选择也不困难啊 还有还有 Listen to Bye Bye Bye那段 太多太多了 周其默他这个人的面相 是非常非常正的 正正方方的 非常大气 像那种斯文小伙 大哥哥 而他独具灵魂的眼睛呢 又跟他的外形呢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所以总是给人一种 巧妙周玄鱼 长得帅 很好笑的厉害 而且他真的就应该是双子座吧 有两个小人 心理活动 经常打架 真的真的很细致的描写 堪称是雅琪心目中的 脱口秀天花板 膜拜膜拜 最后一位 天墙玫瑰杨丽 雅琪喜欢早期 很敢说的他 在脱口秀大会第三季 主性男的这个梗 成功出圈 以幽默讽刺的方式来调侃 为什么一个男生 他可以这么的普通 有这么的自弃 这一段表演呢 也因为性别辛辣的话题 而引发了网爆 但他大胆的调侃呢 以及有些冒犯的幽默段子 又迅速的收获了 大批的旅逊观众的支持 在2022年的3月份 英特尔反向营销 宣布杨丽作为其品牌代言人 大批的男性群体 对该品牌进行抵制 要求更换代言人 但随其后呢 又有大批的支持杨丽的 女性的群体 在网络上发起 支持杨丽的活动 来抵抗反对杨丽的用户 这场互联网的舆论战争 发酵升级 从个人的判断 上升至性别的对立 性别的歧视 雅琪只能说 杨丽 有点东西 上面三位脱口秀演员呢 他们的人格魅力呢 雅琪真的是更欣赏 更喜欢一些 以上的这些段子呢 真的是又真实又好笑 这大概就是喜剧的奥秘 敢于戳破生活的真相 以幽默和生活和解 他配饭配火锅都非常大 有没有勾起 你想看脱口秀的冲动呢